所以在跑動的時候都會小的 在那裡的時候腳步都會稍微放慢 然後受到影響 是防守的危險區域 對 第三棒的詹子仙 一開始的時候突然白轉棒 今年的打擊率來到三層三二 拳擊打數也來到20隻了 十三二一三子千 連續的兩顆 看看 詹子仙想要等的球會不會出現 哇 第三顆 都是壞球 對於詹子仙我特別小心 哇 還是太低 四顆球保送的詹子嫻 哇 一開始兩個出局 感覺上面還算蠻OK的 但沒想到面對詹子嫻 竟然連四顆壞球 最後一顆還蠻接近 但側面的鏡頭就看得清楚了 這太低了 接下來是昨天最火燙的大師兄林智盛 昨天2-8的紅布浪就6分了 再加2分的打點 總共8分的打點 生涯的新高 過去大師兄最多曾經到7分 昨天一局打破 創下個人的新高是8分 可能最後一個打席的時候還蠻累的 這還蠻令人期待的 最後當然是 最後的結果是沒有 雖然是颱風天 但現場看起來沒有什麼風勢啊 跟颱風天這樣是一陣一陣的 對 這個颱風好像強度沒有那麼強 有時候經過這個 好像真的是 說中央山脈是這個 護國的這個 龍柱 進來的時候破壞的時候 就還好 連續五場比賽都敲出安打的大師兄 這場比賽還有沒有 這場比賽還有沒有 這球塞得比較內側 好委屈 不但是喘大氣喔 雷上也有跑者的情況下 這一球總算是拐進去了 這三陣大師兄還是被喬安打的 這個時候如果被大師兄扛出去的話 是兩分 對 因為前一顆滑球 跑在正中的位置 下一顆就把它配到 有點往外來做調整 剛才是像教員頻道的 收起來再打 沒想到轟出去 你知道這種power也只有像大師兄 對 再一個電話球來捕手沒有捕到 跑者也沒有辦法往前走 並沒有滾遠 擔任捕手的徐豪這一球 反應還滿快的 跟前面兩個滑球同系列 然後這一個是 有點要投這個單子曲球 那這樣子的一個垂直變化 會比剛剛的再多一點 所以你位子一樣 如果說連續三顆 第三顆打者覺得說 他的視覺已經適應 決定要打 但就會中計 就是在他的一個下距幅度 會比較大一點 對 大師兄 每一次打擊 不管是打到哪邊去 都會讓現場一片起呼聲 對 別把我挖這麼大一聲 別攻擊外手 好 但是這一次打出 又要挖的時候大聲 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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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地還是一顆外角的壞球 也被他修給選掉 最後選擇的是兩次的寶寵 對先發投手來講 比賽開始連續出現寶寵的不太妙 而且是教練已經有上來的一個情況之下 但對中心兄弟來講 大師兄不要受傷一切都OK 不錯 最好的情況就是他直接打穴 直接走回來最好 接下來就能到另外一隻大砲手張志豪 今天的球路 感覺都還是比較在好球態的標外側 本季已經有22轟的張志豪 精靈球季在全球打海洋榜上面 原來是緊咬著朱玉賢 兩個目前只差三隻 而且朱玉賢停留的時間比較久 先看看本週的三連戰的後兩場 兩個有沒有機會再交手一下 哇這一球又出了機會 三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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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好一怪喔 這個 網友軍連續保送兩名達成之後 那當然這一局 你就是面臨中心打線 一定會有壓力 但是 關鍵還是 該搶的好球數 可能自己 優勢這邊要先掌握到 後面 像前一個打擊這樣投引誘球 才會有更多的一個空間 來運用 經濟一下恰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休息 原來是比較明顯的偏差 快球很明顯喔 所以 也沒有辦法引誘到對手 對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你 快球明顯 然後又變成球數落後 下一球 對方很自然 就是知道說 你要搶 然後 你可能因為修正 你會投在比較 他所設定的位置 現在對手打張志豪 賽前十六打數 兩安打的對戰 這一球被帶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 哇應該上去了 哇 上去了 哇 昨天是大師兄開轟 今天 張志豪 用全力打 把大師兄 送回來 也是一隻三分打點的全力打 而且在比賽的一開始 嗯 哇 真不錯 巴鈺 這一頭猛像 真的是夠狂 對 跟本季的第23轟 也跟朱毅賢的全力打數 追進到只差兩隻了 真的才講完了 因為一好兩壞的情況 我們講 某些 這個球數底下 打者 很確定說 投手要投好球 機率很高的情況下 他會把所有的打擊的細節 提醒自己要做好 然後來更轉組 然後把 希望這一球的這個擊球品質 跟效果是好的 嗯 往往長打 或這個 頭頭的地 比較受傷的情況 都在這種時候發生 哇 近期有全力打表現的 蘇維達 緊跟在後 蘇維達今年球季 跟溫維達 有對決過一次 他剛剛就是有喬齒玩打 目前累積有四隻的全力打 在前一天 蘇維達是後段才 取代 恰恰空正銘的 打擊來上場 MARANTH 哇 這一球也 烤得很猛 背靠背 哇 也出去了 蘇維達緊跟在 張志豪的後面 背靠背 再補上一把 羊圈跑 而且 等一下有慢動作看喔 他打到其實 還有那個羊腳 最後出棒向上的一個 Follow動作 打到就知道 一定過拳哪 想借內借外而已 哇 恐怖喔 這個 廖維達現在 先投一局的內容 投的也還不錯喔 馬上有四分在後面的支持 是 本季的第五號 紅不讓 就讓忠信兄弟 取得四分的領先 咬中就知道沒問題了 楊耀勳看到球的弧性 也知道留不住了 哇 忠信兄弟在比賽的第一局 就背靠背敲了兩支的全力打 調了三周回來的翁偉君 看起來球路上面還是有蠻大的問題 這兩棒真的是重傷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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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還是選擇 將 先發投手 溫偉君留在上面 接下來輪到的是 同樣也有相當程度 跑我的 岳東華 對 對 其實他昨天這個 等於是接替 原本先發的 選手上來之後 那個打擊 雖然沒有 一開始沒有安打 但擊球的感覺都非常好 昨天的岳東華 接替的是 陳子虹 也是因為有power的選手 哇再不上一支安打 聽不下來 然後所以印象比較深的是這個 岳東華在有一個半局 每一局的全部出局數 都是 當時守在右外野他所解決的 三球都是不好接的 最後第三個出局才還 接完以後還撞牆 沒錯 撞牆的那一個真的是nice play 對 今天擔任捕手的高宇傑 打擊率是3乘4 4 也出手打第一顆 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方向 哇又落地行程了安打型 林志雷之雷之常打 這個時候岳東華已經 超過三壘 回到粉壘 拿下J強比賽中心兄弟的第5分 哇這個狀況來得太快了 前面兩個出局感覺好像 今天的狀況還滿穩定的 是 兩個保送之後連續四隻安打 對有三隻是常打 都很扎實 所以現在就可以過頭來看得到 他在面對三子嫻跟林志雷 那兩個保送的問題 逐漸的擴大 對 對 這也是過去市政教練常在講的 就是說每個選手 上場的時候 當然林場表現是最重要 但是你上場的時候 並不會每天都是狀況最好的那一天 對 你投手來講的話就是說 可能狀況不好的時候 有失分的風險 但我如何控制 盡量去壓制 然後讓對方留殘壘在野包上 然後或者說 我有失分 但都不是大局 這個都還可接受 但像這樣的話 就會帶給自己跟球隊 蠻大的壓力 另外就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身體狀況 頭球機制 在調整的過程中 造成現在球位沒那麼好 那還好 如果是你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個如果是心理的問題的話 那選手是有可能 到後來 連原本自己的實力都找不回來 是都有可能發生的 因為翁瑋君是過去 包含黑豹期的一些比賽 那個時候我們在播 就發現 他在浦門那時候丟球 就是有不錯的一個偽進 然後變化球 各種的一個控制能力 其實我剛剛也講到 其實職棒初期的 也有這個 內容蠻多的這種優質先發 是 前五場四場優質 但是從 五月份之後 又再沒有看到 那就來看他能不能先過第一局這一關 又是三顆壞球走在前面 對 所以 就期待說 因為只差一個出局數 對 這一球竟然是好球 黃瀟爾沒有出手 如果等一顆結果是好球 當然原來是得頂圈的機會 今天一連從第三棒開始 全部都有上美 就絕對不能讓 王聖偉再串連到前段棒次 結果這一球打成了 右半邊的飛球 兩位外手過來做處理 最後是被楊耀勳給揭殺 總算是結束了這個半局 真正打了一輪的情況之下 讓中信兄弟 靠著李昂智的全力打 在這個半局很快的 開始就取得了 5比0的領先優勢 第一局掉了4分5分 欸 奇怪 他那場比賽在第二局到第六局 又完全壓制 是 有這種瞬間的狀況出現 瞬間的這種 情緒上面的起 沒錯 那你要怎麼樣來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讓你自己能夠回穩 這是非常大的學問 對 所以我已經自己要知道 他的角色其實 你看 一進入直播就被 設定為先發投手 先發投手 其實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他有可能是 出狀況的後續 他有辦法 穩定回來 沒錯 或是說今天狀況不好 是連續 有掉分數沒關係 但都不是大局 我5局之內 有3個半局 那都是掉1分 其實也才掉3分而已 這都還可接受的範圍 那這就牽涉到教練 為什麼會把你設定成千發投手 是因為 我不大可能你第一局 掉這樣的分數 那用球數也還沒到的情況 我就很緊急的做一個換投 即便是這個所謂 長中技組的 這個做太多的消耗 尤其LAMIGO 最近比賽還蠻密集的 這對團隊來講 都是蠻傷人的 這應該是有 有沙子進來的 如果有帶引擎眼鏡的話 那是會很難過的 比賽第一局 又敲出全力打的斯韋達 面對已經重新進行 面對已經重新進行 心理建設的文偉君 嗯 剛剛那個應該是直插球 掉的幅度很大 還有點走這個 升卡的感覺 是 慢慢的直插滑球 這些電話球的位置 都能夠調整得比較好一點 水球帶到左半邊 走完眼熟 哦 不是吧 不要追了 要撤去了 哇齁齁 蘇偉達連兩個打席開轟 前面比賽第一局先敲一支 比賽第三局再追加一發 我原本以為文偉君已經穩定住了 但是球龍還是被他給咬到 這場比賽第五號和第六號缺打 同時出爐 單牆雙翔 他還說 昨天學長有表演給我看過 但昨天 學長是都是三分泡 現在自己的兩支都是兩村泡 嗯 這球可惜了頭高了 所以等於今天這場比賽 面對狀況好的兄弟打線 任何一個獅頭都有可能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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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出手打這一顆打到的走外野方向 走外野方向 走外野方向 大師兄又炸裂了 連續兩天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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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雙翁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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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跑到好打的位置 然後又偏內角 變化球的一個 timing 有被掌握到 真的是有power 兩角稍微高一點 還是出去 體術已經真的7比1了 當然是有上臉 不過只靠著大師用林智勝的群野打 再要回了一分 這場精彩比賽 剛才在7局的上班接觸之後呢 全場也模仿在 版身家子圓的一個慶祝的儀式 總之在這個時候呢 Lamigo也在換上投手 接替葉佳琪的是林柏佑 葉佳琪表現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今天上來全部都是用三陣解決對手 今天球技的林柏佑 三陣需要來到32次 只只球10次 這個時候需要他把三陣的部分能夠拿出來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王二十 這個還是回到剛剛我們講這個葉佳琪 今天這1.1局然後連續4K 在這場比賽或許最後Lamigo沒有辦法拿下來 你不會有感覺他這樣的內容 但同樣東西你如果把它複製到這個 我們就講假設今年的總冠軍 可能某一場比賽 他這個登板是在二三流人的情況下 先看場上 借外 借外笑 咦? 鄉長的守備機會 哈哈哈哈 那假設這個是在一出局二三流人的情況 然後他登板 那先2K解決那一局的危機之後 下一個半局又讓前面兩棒 沒有辦法 一樣是三陣 然後可能是中心棒 或上野率很高 在那個系列賽打得很好的打者 哇那這樣子對球隊的幫助 那個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巨大 所以有時候真的職棒賽季很長 那教練在看選手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一場 純粹以一場比賽 尤其他不會以輸贏來看 是 每個選手他分開看 對他團體戰力來講 他的需求在哪 然後無時無刻都是在想說 這名選手我要怎麼用 然後去發揮所謂的棒球團體戰 最大的功能 對培養我委屈來講 今天的策略也是一樣 不管第一局呢 是被打得多慘 但都希望他能夠把它結束掉 對 那繼續的延續 後面繼續的來 嘗試來對決這一支球隊 因為近況來講的話 非常有可能季後賽 就是要面對中心 沒錯 這一球被王輝城帶到了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方向後退的情況之下 還是接到了 哇 陳正威 今天的快腿真好用 那倒是這樣子的話 王輝城的這個 連續安打 可能會斷掉 嗯 連續27場的安打 有可能都要在今天結束 有可能都要在今天結束 沒有辦法今天成成為太會跑 腳成快 防守的範圍也大 等到是詹子嫻 今天在比賽第一局 有一次四塊球的保重 但也還沒有安打的貢獻 連中心兄弟 如果連前三棒都發揮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對 如果這一球又穿進來的好球 對 但是現在前一天是兩打輸 對 對 三個打輸 兩支安打 還敲 還帶有一分的打點 今天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盡敲敲的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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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高的速球還是選擇出手 推到空氣 不止 對 還是進去 天高鐵 天高太強 第一次 三次 三次 突然塞了一顆變化球 真是明顯的壞球 可能剛剛講到葉佳琪同樣的道理 你看這個分數的落後底下 然後換上林伯二 剛剛在這個油紅椅看到香檔其實在熱身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在除了說讓選手去維持他一個出賽 然後登板的緊縱跟感覺以外 剛好在這一個半局碰到的這樣一個棒取跟安排 這確實會在一些緊攻的比賽有可能碰到 特別是這兩個勝利組的投手 那不妨就上來測試看看 是 所以球青青的一代代代到了 搖擺別落地星塵的安打星塵的直窗打 我們的這個半局 三子嫻帶出了一隻盒雷安打 所以他的連續場次可以延續到第十場 跟棒頭親切一帶帶得很遠 在出局的情況之下 黃山君這一個半局又來到得點宣了 接下來要輪到是今天有開轟的大師兄 本機的全力打數已經來到了二十一支 大師兄如果以這幾天的量產速度的話 全力打的排行榜上面最後是誰拿第一名 他還不知道 這一球帶到中外野的方向 中外野手向後退 向後退 哇 又是一支長打 過肩的大師兄還是維持跟昨天一樣過燙的手感 幫助中信兄弟再拿下一顆發鼻 對 而且如果他這樣的狀況復蘇喔 然後下半季真的 Lamico的對手就是中信兄弟的話 我想Lamico應該很清楚大師兄 這個瘋狂起來的時候 這會讓整條打線很難對付 多加一支大棒的話 會讓整條打線會變得非常的火 直擊缺打牆 你看就要飛出去 讓全場的觀眾都站了起來 這樣二十三空的張志豪 就要繼續的努力了 跟領先的朱玉賢只差兩支 或許本週的這兩場比賽 但是禮拜天的比賽呢 就有機會來超越 對 聯手接到之後喘一雷沒問題 但是 哇 好者的選是上到了三壘沒問題 兩出局之後 大師兄來到了三壘 那Lamico這邊至少是抓到了 第二個出局數 接下來是今天已經敲出雙想號 而且到目前為止 前面三個打數 通通有上壘 這是瑋達 今天這條紅字還會延續到什麼地步 哇 今天全都被帶到中六號外野方向 又是落地行程難打 又把大師兄給護送了回來 第十九分也進來了 這個半局中心兄弟再下兩塵 今天球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 這球咬得真是蠻紮實的 今天從大師兄 張智豪跟蘇維達 這三棒 不管換什麼樣的投球都很難解決 對 門道是月東華 在第一局的分數也有他的一份 學打出鑽石屏又在七集 比賽進入大Lucky7的第七局 但看起來黃山兄弟呢 還是不準備幫對手一碼 整條打線呢 目前還是相當的虎燙 Lamigo 可以來追趕的局數呢 剩下最後的八九局 再來看林柏佑能不能夠處理掉 這一球在左半邊比較淺的位置 還是被接殺出局 那一輪接觸了這個半局中信兄弟的進攻 不過靠著三隻單打 這個半局中信兄弟再進上2分9比1 算櫻İんです şu聲線 請為了 這 你 的 感谢观看